我来想问你怎么保持身材 我一看你幼稚又何 我没有刻意去保持 就体质 母胎收 就反而很难胖 哦 羡慕 我已经连续增肥十几年 但体操运动员周杰 还是觉得这个逻辑有点不太对劲 继续询问张汉 那假如说你特别优秀 但是那个跟着你的女人 几年之后落后了许多呢 张汉当即就不加思索地回答 所以就是让他要有自己的事业 他也要做事情的呀 张汉爸总是的发言 让网友还是觉得蛮真诚的 毕竟他敢直接说出来 一点也不藏着掖着 但紧接着 刘涛就问出了一个 直切肺腑的问题 如果另一半他就想在家待着呢 得到了张汉斩钉解体的回答 那不行 他天天在家待着 我看着就难受了 汉哥难不难受不知道 但是这番对话 就让再惩的嘉宾都挺难受 对汉哥的理想型总结就是 老婆不能在家待着不工作 必须要一边工作一边顾家 并且他的工作还不能太出色 要控制控制自己的能力 以防表现太突出 甚至是干得太好 成绩超过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